更个人的话 你要学会去爱 这个也是我非常欠缺的 我的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表现出来的人 不管是对太太、对小孩 对亲人、对父母亲、对朋友 我看来是一个非常 讲好听点 很温和 或者是很安静 可是讲难听点就是很冷漠的人 所以这个表示爱 也许是我个性也好 家教也好 就是让我不容易去很激情地去表示一个我的爱意 或者说 当然激情有时候表示爱意 人家也会吓一跳 可是我就是不会 这个是也许我需要去学习的 那我觉得更深层的一点 说你怎么去真心地去替别人着想 我觉得这是更深层的功课 那这个也是当然我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去成长去学习的 那你爱的表现可能在捷运上面、在公车上面、走在马路上面、在电梯里面都可以表现出来 那这是一个你只要去实践你是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周遭的人 那也超过你的亲戚朋友的范围 最后一点是通常是最难 而且我不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那可是呢这是也自己在鞭策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就像我刚刚讲 我已经活了一个创意的人生 我录了几张唱片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已经留了一个 legacy有点像一个传承 有点像一个遗产 有点像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留了一个东西 留在这个社会上给 有一部分的人会因为这个legacy而改变他的想法 或改变他的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这叫做leaning legacy 所以甘乃迪虽然他的风流运史很多 他留下了很多很棒的演讲 那就是他的风流运史也是一种legacy 他的演讲也是一种legacy 当然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他的演讲的内容是一个legacy 所以这个都看这个人走了以后 或者是活的时候他就留给人家很多的文化的传承的遗产 这个就是非常伟大的 那这个我并不是说我自己要变得很伟大 而是我真的希望能够留给不管是在世的人 或者是我在世的时候留给人家一些可以回忆的东西 或者是我走了以后我可以留给人家更多的 写书是一种方式 录唱片是一种方式 或者是对子女的教育 给他的人格的培养 这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我父亲留给我的 除了我在人生路程当中 常常遇到很多贵人 都是因为我父亲的 是因为我父亲当年给他的帮助 给人家的帮助 让你的子女得到一些回报 那这也是一种legacy 所以这是一个很深也很广的一个含义 那只要leave a legacy 就是看每个人自己怎么做 那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 啊 梳了一系列唱片 所以对我来讲 这部份的leave a legacy 我觉得做到80% 但我还希望再做更多 嗯 所以下半年会 再梳一张唱片 也是希望 挪着从头来讲 延续我这个leave a legacy 一种一种一种 或者是 活出一个创业人生的一个 一个目标 主要 毕竟的路程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希望 去做下去 当然 七八十岁的时候也许比较难 现在唱歌也觉得 身在感受上音感 所以 这个是有点 人老了就没办法 必须要承认 也许外表看起来还可以 可是 身在的弹性 是没办法骗人的 所以我在 嗯 我刚才讲 创意的人生的话 其实我这辈子呢 我自己觉得最有趣的 也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 上天给我的一个福分 就是我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一个是感性的世界 一个是相对理性的世界 可是在感性的里面也有理性 在理性里面也有感性 呃我可以大致来分说我在高中 我在高中开始学唱歌 学吉他 就进入到一个感性的世界 出来录唱片 那 我用我的歌声来表达我自己的情感 那或者说用我的音乐来感动大家 希望有感动到 那这个部分是所谓的感性的部分 所以在我录唱片的时候 在我唱歌的时候 好像我没有办法在想什么东西 我不 因为我不可能在想说 哎呦 所以我好像 好上个月我的资产负代表 好像有点问题这样 我公司的 就是不可能 因为我在想歌词 想歌词就是在想 说怎么样表达歌词当中的意境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感性的生活 那 这个路我一直在走 就像我们刚才讲 从19 嗯 嗯 七八年开始 啊 从录经理掌的第三集 最左边那张唱片 一直到龙洛传人 到 跟蔡清科组天水月集的时候 出了柴拉可汗 跟 嗯 一千个春天 没有 我刚刚 我刚刚漏了 漏了 我刚刚放了一张 叫夸复醉日 没有写的 没有等上去 然后在1992年出了另外一张 叫做 呃 旅宫 就是我今天的主题 那希望今年2013年 可以再出一张 待会我会放一张 还没有 Mix完毕的版本给大家听听看 嗯 嗯 然后我在 做了这么多年理性的工作之后呢 去年 嗯 很奇怪很多的缘分凑在一起 我参加了很多场演唱会 然后又回到 嗯 嗯 回到唱歌的舞台 很多人都觉得我退出歌坛 那今天早上我去 今天中午我去 我以前做工作的地方 在雅虎台湾 我去参观他们新的办公室 其实他们已经很久了 我一直都没有去过 那又碰到现在的 呃 那雅虎的 亚洲区的 呃 副总裁 就是亚洲区的头啊 就是周开林小姐 那她是 接我做雅虎台湾总经理的 呃 呃 好朋友 她一看到我说说 呦 你不是回去做艺人了吗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 很有趣 那我就去年参加了 一系列的 滚石三世的 巡回演唱会 就讨论了很多地方 然后呢 也参加了 呃 跟王力宏一起在 呃 鸟巢的演唱会 所以有机会呢 能够呢 能够在鸟巢面对九万人唱歌 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那 我自己在 去年七月四号呢 也在 呃 华山的一个小场 啊 只有六百人的场地 唱了自己 呃 二十九年来第一次的 个人演唱会 那唱得很烂 可是我觉得现场气氛 我自己就觉得蛮高兴的 然后呢 在 九月份 我跟周慧一起 合作了一个 呃 就是林梦这个系列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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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时呢 我另外一面呢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思维 呃 我前面呢 九年在一家 呃 呃 电脑的资讯顾问公司 叫 ixentria 其實他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顧問公司 後來我自己跑出來 因為本身我覺得就有一個創業的因子 就是我剛剛講到我想making a difference 我覺得我在顧問公司 幫客戶解決一個他們公司內部的專案 那個影響的層面好像太小 而且常常影響錯了 就覺得我幫他做的事情是幫他賺更多錢 賺更多黑心的錢好像不太對 其實沒有啦 其實就是說覺得那個影響的層面比較小 那覺得我自己應該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我就喜歡出來創業 第一個創的業人叫City Talk 做一個打電話 這是1994年開始做的創業 那我覺得很有趣就是跟我今天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用的工具不一樣 我那時候是用電話機種發一張卡片 卡片後面有個密碼 然後你把密碼掛開 打個電話進去 就是像0204 0204只是現在多半都是另外一個用途 我們那時候0204播的是陳希仁 跟另外一位就是很有名的星座大師 每天幫你算星座 還有林橫道老師講台北的古蹟 然後徐浩平講全世界的旅遊 還有附和梅的媳婦教你怎麼做菜 就是用講的 用聲音的方式用電話來播給你聽 可是你要先買一個卡片 卡片後面有個密碼 你要刮進去才能夠聽 這其實簡單來講 就跟我現在做事情完全一樣 我待會再講我現在做什麼 可是當然是太早了 做得非常不成功 可是我就是在想 創造一個新的使用習慣 或是接收資訊的習慣 這就跟我今天的理想還是一樣 我已經快20年了 還在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呢 那時候是在網際網路出來之前 1994年 就是網際網路已經出來了 可是沒有那麼流行 1996年的時候我開始 越來越風行 那時候我就加入一個團隊 叫做華原生活資訊網 他們幾個美國的留學生 小留學生 創了一個網路 因為在美國看到中文報紙不容易 所以他就把台灣的中文報紙 把它 因為台灣的報紙 那時候中國時報 電腦報已經開始在做網路版 可是網路版都是 大家講學電腦應該知道了 繁體中文是叫做 Big Five叫大無碼 那到美國人的電腦上的時候 就變成一堆亂碼 早期的時候 最早期的時候 所以即使出了電子報 美國的華人也看不到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很有創意的年輕人 叫蔣顯斌 他就發明了一套技術 他是Stanford大學畢業的 跟楊志遠 跟雅虎創辦人是同樣的 他就發明了技術 就是把大無碼的東西 直接報紙的畫面 直接轉成圖形的界面 可以讓任何電腦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成立的 他跟另外兩個朋友成立這家公司 叫做華雲生物資金王 英文叫做SenaNet 那我就加入這家公司 做台灣的總經理 那蔣顯斌就是現在 全華人地區最重要的紀錄片的 基金會的負責人 那他把他所有在華雲賺到的錢 華雲後來就是叫新浪網 後來就被跟大陸一家公司合併了 以後在2000年的時候 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所以他們賺了很多錢 他賺了很多錢 他也不忘了回饋這個社會 可是他支持非常多的 新的紀錄片的導演 那 所以我加入當中的團隊 做了台灣的總經理 然後做了兩年之後呢 就 轉移這地到 剛好雅吾要在台灣開戰 所以我就做雅吾台灣的第一個總經理 那這一路上呢 其實是 雖然我只是理清水 可是呢我還是有點想在創業 因為都是草創階段 都在沒有錢沒有人的狀況下去 希望在一個新的市場 把一個網路的企業 把它創出一點點 然後帶給大家一些新的 接觸媒體 接觸資訊的一個習慣 這是我一直喜歡做的事情 那 離開雅吾之前呢 我自己也是突發奇想 就去 開始做一個東西 叫做家圃 我希望做一個網路的家圃 因為 起因是我母親這邊的親戚很多 那 每次呢 聯絡的時候 譬如說哪個老人家生病啊 或誰生會小孩啊 那時候網 E-mail還不是那麼流行 就開始流行起來 那每次發E-mail都轉來轉去 那有的人沒有轉 沒有E-mail帳號 就要把印出來再給別人看 很麻煩 那我在雅虎雲待一段時間 所以我了解這個網際網路的媒體 怎麼樣運作 所以我希望建立一個 每一個人可以自己在網路上 建立自己的家圃的一個網站 那家圃大家知道啊 就是兩個人結婚生一堆人 然後這幾個人就跟另外兩個人結婚 那又生一堆人 所以它是一個很標準的樹狀結構 一變二 二變四 四變八 一堆慢慢下來 然後這幾個人就跟另外一邊人的關係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多對多的資料庫的結構 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做了很長的時間 才把它做到網路上面去 做完了之後呢 發現說 大家沒有人用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人有時間 或者有這個心力 去在網路上 把自己咕咕咕的表弟的名字 跟他幹嘛 他現在在做什麼 把他輸入進去 這花很多很多時間 所以這個事情呢 就變成很麻煩 就是我做了一個網站 花了很多錢 可是沒有人來使用 那我想該怎麼辦呢 我想人除了親戚之外 最重要的是朋友 所以我就把那個樹倒下來 從直的樹 變成橫的樹 橫的樹就是橫向的發展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學 我的鄰居 也是從我開始 對不對 那這個人可能跟另外一個人認識 所以那兩個人之間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公司 的網站叫做賣關係.net 這個是在2003年 這東西今天叫什麼 你知道嗎 Facebook 叫Facebook 我做的時候 在Facebook之外 是前三年 他現在是可能上千億的公司吧 所以這都是人生 那我就希望能夠做一點事情